首先跟大家做个开尘板, 在越澳委内政府协调下, 我们选择了12月20日, 即是回归23周年的纪念日, 同时召开新闻法部会, 就是澳车北上的政策新闻法部会 会跟大家解释我们有关政策, 申请办法等等, 这里我首先跟大家讲早晨, 为贯彻落实越港澳大湾区发展 干扰规划要求, 进一步促进越澳两地人员车辆往来便利化, 澳车北上政策由2022年12月20日 下午2点起接受申请, 六批澳门私家车经与约后, 最早于2023年1月1日凌晨令时, 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银入广东, 预计本号有8万台左右的车较符合澳车北上申请资格, 因为澳门有大概10万部左右的私家车, 两万多部已经有了越澳两地牌和黄勤丹迷车, 所以这些是不合资格的, 现在大概剩下的8万部是符合资格的, 根据越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有关工作部署, 广东省人民政府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紧密协作, 在国家有关部委的大力指导支持之下, 经越澳两地国有关单位职力参与, 共同努力, 先后制定了广东省关于澳门机动车, 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务口岸, 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 这两地政府签署了澳门机动车入出广东协议, 成功打通排阵新领, 保险购买,系统建设等关节环节, 造就澳车北赏政策, 澳车北赏的申请门眼降低更普遗, 申请人无投资纳税及特定身份等条件限制, 政策令跨境通行更便宜, 车辆会使用电子入境排证, 享有免担保和等候先认政策, 通关方面实行共享共用属地办理, 珠澳口岸通关共用一张电子识别标签, 手续简化更便宜, 所有申请和预日通关均害于网站或APT办理, 注册入境申请名额方面, 第一个月为每工作日100个名额, 第二个月至第六个月为每工作日200个名额, 日后将逐步调整名额, 以若通关进入广东名额方面, 首周约600个名额, 第二周约4200个名额, 并会逐步增加于第13周起, 增加至每日2000个名额, 最后再次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和广东省人民政府 对澳门特区和市民的支持, 促使澳车北上政策成功落地实施。 以下我们就会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PVT, 希望尽量将一些关于澳车北上有关的讯息, 都会向各位记者传媒介绍, 以及我们都会准备买盐包, 以及一些网上申请时的指南, 当年我们都明白, 因为这是一个澳湿北上新鲜市民, 我们亦很想将市民透过不同, 以前走不同部门的一个做法, 浓缩为全部是一个网上透过制作平台申请, 因此可能跟以前的一些步骤未必更一样, 我们都希望透过我们记者的新鲜名, 或者市民在到时使用时, 然后多些反馈使用意见, 被我们及时收集完之后再逐步优化, 关于第一步来说, 在公布方面我们刚才说了今天, 是下午2点钟开始接受申请, 整个管理办法正式申请的故事就是这样, 在2022年11月25日, 各路院正式批复内地海关缅担腿政策, 即是说如果以前的私家车进入内地, 就会被一个叫担保级, 那些可能会牵涉到几十万或计, 这一个来说就会相当影响澳汽车北上的成效, 所以国家来说在十月25日批复了, 就是免除了海关担保级, 令到澳汽车北上的最重要关节就打通了, 我们今日就是越来越两地政府 同一时间宣布澳汽车北上的政策, 接受预约通关的时间就是10月28日星期三, 上午8点半开始, 正式通车的日期就是二三年1月1日, 即是元旦凌晨凌时起, 在澳门方面来说我们跨国部门合作都非常顺利, 有我们交通事务局、澳门海关、 治安检察局及金融管理局等部门, 内地又有很多很多不同部门, 在中央亦有不同部位支持, 最重要是说第一阶段就是申请资格, 起码第一步骤要做的就是申请先拿到资格, 为何拿呢?就是首先是车主来说, 必须为年满18张废的澳门居民, 持有内地的回响证预逐称, 以及本人登记持有的一辆的澳门机动车, 申请临时入境机会车的排证, 这辆机动车来说是必须为私家车, 它的长度不能够多于6米, 座位数不超过9个座位, 非营运的小型车车, 即是说明是私人用途, 这是车辆方面的资格, 驾驶人方面必须是 满18周岁的澳门居民, 亦持有内地的身份保隐症, 或者外国护照, 或者有效签证身份居留在澳门, 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或者有效证件, 他们是居留许可, 拥救居留身份证等等的出入境证件, 有效的出入境证件可以作为驾驶人, 刚才讲的是车主本身, 现在讲的是驾驶人那裡, 驾驶人必须有内地基重车的驾驶证, 驾驶准证包括其中申请的基重车的旅行, 即是私家车的旅行, 驾驶人可不必为车辆的所有人, 即是车主可以申请资格布施北上, 但车内包括车主可以注册多一个驾驶人, 车主其实可未有内地的驾驶执着, 但驾驶人必须有, 车辆的驾驶人不是车辆的所有人, 以及驾驶人可以同时绑定作为不同车辆的被案驾驶人, 即是你有部车或者朋友有部车, 两个都未有内地的驾驶执着, 但车主可以有一个朋友有内地驾驶执着, 这个驾驶人可以绑定在不同的那几部车上, 最多一部车可以被案, 即是两名驾驶人, 即是车主本身或另一个驾驶者, 但驾驶人的被案后不可以变更, 申请的资格里面都是有一个转事项, 就是如果一大已经有横琴的单排车, 或者粤澳两地排车的资格有同一部车, 就不能再申请澳车北上, 因为这是一个系统的要求, 所以我们都会尊重他们这个要求, 临时入境的机动车排证, 有效期应当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有效期一致, 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排证不得转让出售出租等等, 这个管理办法在网上应该已公布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再看看, 轮到第三步的时候要首次申请, 第一个如果申请人要先申资格, 即是买部车, 首先要有一个实名认证和账户的注册, 这裡我们亦是有兰人帮和操作指南 去介绍给市民, 那些可以在网上找到这些讯息, 我们这只是一个初步介绍, 即是第一部是港部车本身, 所以第一部车主要拿到实名认证, 第二部开始申请车辆资格, 当中来说跨连连连车辆资料证明, 购买部应及上载保单, 预约及进行车辆件件, 安装电子过关的标签, 连连车辆车辆件的通行证, 这也是第二部, 第三部是当你通过了时, 预约可以通关, 每天的名额是多少, 到时你会看最多2000个额度出到关, 第四部要注意在出入内部时, 最多一次停留不可以超过30天, 一年内内计的停留不得超过180天, 即是半年左右, 我们会逐个逐个跟大家解释这四个步骤, 第一部是怎样去10年注册的帐户, 透过APP可以有10年注册, 即是收一些短讯、确认短讯, 避免其他人代用你个人资料去做这件事, 之后可以录入车柱的资料或驾驶员的资料, 初期时我们会有一个后台, 因为透过APP申请资料不需要来交局, 或是我们这次是一个部门, 我们全部都是联网, 所有资料都互联, 跟内地亦是, 因为这次来说港东省庭澳门应该是第一次, 大家的政府部门之间透过同一个APP方便申请者, 这个澳门来说我们实现了电子化之后, 那些资料就会在两地互相去确认串联, 分享了之后不需要市民再跑来跑去, 当中来说在内地那边, 它始终仍有一个后台去认证资料, 即是后台有人工去比较, 譬如车柱那边有没有输入错资料, 或者其他问题, 或者胡安静的红币那时都打错了, 这个来说需要一些时间, 这次来说初步初期的时候, 他们需要一些时间磨合的话, 每一天接受车主的预约去申请车辆资格时, 会有一个适当的限制, 以后逐步放缓到大概200台车一日, 以将来如果条件没有,可以再放缓, 在这一个限制里面大家要注意, 譬如说我是12月的20日, 0,0,0去到1月多的时候, 那个日子里面如果你看到有名额证的话, 你就可以一早在这个选择注册入决, 申请入期那裡, 你就可以把你的名字都放入去, 那天的一点, 你就可以透过二月宰的资料, 去输入自己的个人讯息, 车辆的讯息等等, 省一面后台就会适时处理, 我想大概十个工作日以内就会有一个回复, 就OK了,或者你欠些什麽资料, 所以这六月的车辆资料就跟第三个要在这, 跟着按期提交申请就是说你, 譬如我领了1月15日, 我就是那天按期提交申请资料, 你不需要跟那天再争, 因为你已预约了, 预约申请时又要提交什麽资料呢, 2.1那裡就是资料证明, 在家中事务局网上申请一些电子证明, 现在我们都相当面闻, 你在网上就要你车辆的资料等等, 我们都可以做到网上申请, 以及电子化发给有关的机构, 购买保险, 上载保险方面来说, 我们根本的同事会再跟大家解释, 当然我都提醒在2.2.3那裡来说, 最后都是等业方已审了你的资格, 通过了, 例如有什麽情况, 有些人不记得了自己已经有单排车, 或者他本身来说已经有两台排车, 他中入为申请, 他未被通过时或访绩时, 他已经一早买了保险, 他就会被弹回头, 因为他不含资价, 其他可以含资价, 比如刚才所讲的, 你不需要交税, 你不需要其他东西, 只要一样东西你是澳门的居民, 正式他就可以申请到, 你申请后再解决保险, 我觉得就比较好些, 然后第四步就是预约验车, 安装过关时的电子标签, 越方认我车键中心在澳门环那边, 那间公司叫新通达, 到时资料放在网上, 也会将那间公司的一些联络资金, 给大家预约验车和安装电子过关的标签, 不需要再来政府部门, 所以这个是审核之后, 譬如我们的交易全部审核之后, 我们澳门海关平时, 也会签计车辆的冰境通行证, 网上都做到可以申请办理, 做完这时就完成所谓车辆本身资格的确认, 当中有些可能某些市民还未办理生物过关, 即是有时过关时电子过关那些, 我们在这裡都有个介绍, 亦都想起来方便市民去内地口外做生物采养, 方便它过关时按手指毛等等就可以过关了。 做完申请车辆资格之后, 开始做下一步就是过关的程序, 过关需要的话, 提前三十日或者用一个先动先失的方法去预约, 最早是三十日前或最迟在过关之前的一天, 前一晚的十点钟之前可以预约, 第二天的公通, 预约当时当天只能出境一次, 取先预约时必须在预约前的那晚22点前取先, 每一个车辆每个月最多可以取消预约两折, 为何要这样做呢? 就是一旦怕有些人, 他是不是都会压住出境预约的压, 影响了其他更有需要的市民, 所以我们希望公平些, 制定一个游戏规则, 违反预约规定, 就是说我们预约的但是没有通关的车辆, 即是当日是没有出现过的那些, 一个月之内内的两次违反的规定的话, 系统就会发出执法的通知, 执法的通知之后的三十日起计, 是不会接纳维华车辆作为十五天的预约, 那他申请四部曲就是说你第一, 就是在入出内地的时候申请那个, 必须要经过港珠澳大桥的计划入出内地, 第二你过关的时候出示预约记录的二维晚, 因为刚才那一部来说就是你 在电脑预约出关的时候, 比如说我预约1月1号出关, 我会得到一个二维晚, 这个二维晚是帮助你在过关的时候, 出示给有关的管理人员通过的, 第三部就是记住记住, 只能够当日出境一次, 第四部就是在入境后等到港东省内的区域行势, 就千万不要过港东省以外, 暂时我们就是说在港东省内, 包括当然是横潮那边都是可以合适的, 挤带这个实体的证件文件, 以备有关伴门去查询, 在这里来说再次强调就是如果停留, 第一一次停留就不得超过三十日, 累计一年内就不应该超过一百八十日, 排阵的有限也不可以超过, 在明雅方面,比如说在申请资格车方面先, 第一个月就是每一日美国工作人员是接受一百个, 一个月来说就有2200个去申请, 它逐步加到由第二个月到第六个月, 每日美国工作人员是二百个, 加上也有4400个, 首六个月我们预计最多可以接受 二万4200台车的申请之间, 申请完之后当然是讲通关, 通关每日都有个名额的限制, 为什麽呢?因为考虑到很多东西, 第一就是关口通关的能力, 第二就是澳门附近的交通路面的压力, 这个综合考虑之后, 我们双方是有这一个计划在, 第一周,第一日,1月1号是有十部车先出去, 为什麽要这样做呢? 因为系统来说要逐步经细去测试, 因为这几日来说都好, 我们都会再组织一些同事, 例如实车的测试等等, 但怎麽都好那些都是一个测试, 我们希望在开始正式行的时候, 流程会比较顺畅些,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 我们双方都相信, 例如第二日至第七日开始, 在这逐步加, 在第二个星期开始, 一路一路都每日加一百部车出去, 因为我们其实都每日在这段时间, 处理一百个申请, 我们认为这处出关的绵拉海, 每日多一百部应该可以接受到, 在第三个星期开始, 大家都见到每一个星期每日都会加一千部, 直至到第十三个星期开始, 最多会是两千部车出关每一日, 我们都会再密切地关注每一个情况, 出关的情况和会发生的任务, 其他问题需要改善, 也希望各位传媒朋友, 联同市民或使用者那方面反馈讯息给我们, 需要改善的时候, 我们会绝对加快提升系统的处理能力, 或者任何需要作息改善的地方。 在北上方面有关的资料讯息, 我们可以在Apple那裡可以Android, 或者其他网页板, 或者扣上了议维码等等, 这些来讲都有相关的时间可以做到, 特别的提醒就是在网上申请开放时间, 内部办公时间每日上午八点半, 至到晚上十点半这段时间都可以申请, 过了以后就等下一日。 因为我们都准备了一些懒人包的同盟, 以及一个催促指南, 这都好,我们都会上网, 如果国际记者朋友有兴趣都可以透过这裡, 现在有困难可以跟我们同事去理解清楚, 我们都很愿意去配合大家的工作。 下一阶段是由金管局黄立峰委员, 跟大家介绍一下澳车北上的时候的保险的安排。 好,多谢林局,各位传媒朋友早晨, 或者现在接下来就是由我代表金管局, 介绍澳车北上,越澳跨境车两个简介, 其实刚刚林局都讲了一个很详细的情况, 但其中有一部分可能跟部门有关, 或者这里我再去简单讲讲有关保险的情况, 其实越过大湾区法政区域的纲要是等候先任政策支持之下, 其实我们都是配合广东省关于澳门机动车辆, 经港周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 入出内地管理办法的实施。 金管局和银保监会广东监管局, 其实都是持续沟通协商, 共同协调澳门和内地博物业, 便利澳门的车主投保澳车北上, 越过澳跨境车险的产品和覆盖内地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 越过澳跨境车辆产品分别有两样, 就是必须购买的港周澳大桥澳门跨境车辆内地 交强险等候保险, 和可以按自身需要选择购买的港周澳大桥澳门跨境车辆商业保险。 产品需要以澳门汽车、民事责任, 强制保险合同的附加保险方式投保, 所以必须由签法主保单的同一半公司乘保。 还有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就是去到这里第三版, 其实我刚刚也讲了一般的情况, 其实主要核心是什么呢? 其实刚刚也介绍了,林郭介绍了, 其实现在核资格应该由我们 监控事务那边初步推算有8万车辆的核资格了,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今次我们设计这个所谓的等下先认, 其实我们便利就是我们因为长时间, 其实就是和了相关的保险公司, 亦都协调了国内的银保监, 我们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案, 就是说现在现有的, 这8万我们推算有8万个车, 就是澳门的车主, 其实它已经是不同的伴供公司, 买了这个属于澳门的民事资源, 强制保险的这些保险, 所以我们做法就是将国内这两种的保险, 第一国内有两种保险, 一个就是交强险, 就是强制保险的交强险, 这个保险其实是我们的设计, 就是由澳门的现行的8万车辆的车主, 已经是城堡的公司, 由它做一个附加, 是一个主保单的一个附加, 就可以购买这个加强险, 还有按实际的情况, 有需要买多个商业保险, 这个其实如果去到加强险那里, 其实大家看得出, 必须购买就是一个基础性的保障, 责任限额是20万人民币的, 但是有一点大家要留意, 就不对被捕车辆车上人员, 遭受人生伤亡或者财产损失, 作出保障,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如果大家有开开, 或者是内地的两个排口, 或者是单排车, 其实知道买这个交强险是必需的, 但是它20万其实够不够, 真真正正正遇到交通以后的需要, 其实很取决于本身的车主自己, 要去衡量相关的情况, 所以为什么当时我们设计那时, 除了我们引入了这个所谓的交强险, 必需购买之外呢, 也都同一时间, 我们希望选择上, 就给这个车主多一种选择性的购买, 一个延伸展的保障, 就是商业保险, 那变得是一个受保范围, 还有今晚我们有一个重加大的保障。 好,其实投保前有三部曲, 大家要去留意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要确保现在所谓成保的公司, 大家已经买了这间的保证公司, 是不是已经可以经营这个 这个澳车北上的产品, 澳门大概可以提供澳门本身的 所谓的第三者民事责任保险, 那个的强制保险, 其实公司已经大概为数不多, 10间以下, 但是我们已经在第一阶段, 找了6间比较重要的保证公司, 它已经是首阶段可以提供 这个澳车北上的产品, 所以当这个产品推出的时候, 大家要去查询一下, 这6间保证公司是否, 这些车主已经可以直接由保证公司去投保呢, 这个必须了解, 这是第一部曲, 第二, 亦都是要经营车北上的管理系统, 核实的资格, 刚刚林局介绍都很清楚, 第三就是说, 因为牵涉到保险数据对接和登陆, 申请人真的要去自己评估一下时间, 以及教个人出行这些安排, 再一个补充就是, 如果申请不成功的话, 保费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获退回的情况, 大家比较关心的, 如果当一辆车去到内地而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这件事大家一定要去留意几件事, 第一, 应该根据内地交通事故处理的要求去报备, 以及去按照执法人员的指示, 换句话说, 因为交通事故的时候, 其实保单, 你要留意保单条款, 其实基本上, 它每间公司后面都有一些, 一些索尝的指引口, 或者有一些应急, 或者是热线, 其实基本上都有了,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有关它的指引里面的条文, 如果真的一旦不幸地发生这个所谓的意外的时候, 其实第一时间, 就可以向相关的保险公司查询, 应该如何处理。 另外, 其实车子都是透过澳车北上, 信息管理服务系统, 作出申请的过程里面, 也都要收到, 包括短信, 电邮和系统的通知, 提醒上载越澳跨境车辆的资料, 继续申请留情, 另外, 申请资料楼手组的详情, 都是留纽交事务局的专贴, 这个其实林局也介绍得很清楚, 有关金管局, 我们也开通了澳车北上, 这些问题集和文报方面, 市民是详细去了解相关的情况的, 申请介绍, 我来到这里先, 麻烦你。 麻烦你了, 我在这里再作一个简单的总结, 澳车北上来说, 其实就是分几步, 第一就是说车主本身, 首先确认了他部车能够北上的资格,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步讲清楚, 如果申请拿到资格之后, 所有系统已经有你部车的资料可以通关, 第二步就是说你每天出去的时候, 你看看你拿不出关的名额, 即是说你出关又有一个限制,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 同一时间我们几晚部车一起出关, 口岸方面到监管能力方面, 都可能会支持不到, 接着在初期的时候, 我们都会逐步提升通关的盘纳, 令到市民来说, 香港也好, 我们各个监管口岸的单位, 或者电话系统也好, 都有时间去找到一些 任何团在可能的问题, 做好磨合, 然后迅畅了之后, 我们就会逐步提升出关的名额, 去便利大家, 因为这一个大政策是国家来说, 一直推动就是希望澳门同胞 能够更好地融入我们大湾区的生活, 特别是我们年轻人, 有机会在大湾区或甚至整个广东省, 出行便利方面都会方便他们, 这个初心我们会一直保持, 亦会坚持执行国家给澳门特区的任务, 我们都希望各位市民在市民的时候, 能够顺利地使用, 和希望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都及时向我们行政当局反映, 我们会细心地聆听, 和希望更快地去解决任何可能存在的, 一些系统上的问题, 或者是怎样的, 谢谢, 或者警官, 或者海关里面的补充。 谢谢林局长和黄委员, 如果台上的代表没有补充的话, 接着下来会是记者提问的环节, 请有兴趣提问的记者朋友可以举手试衣, 我们的同事会将麦交给你。 在提问之前, 请分享一下你是代表哪一间传媒机构的, 多谢各位的配合。 首先有请第一位记者朋友。 后面黑色衣服这位记者朋友。 你好, 如果20年后要6个月验一次的, 有没有这些限制的。 还有相反整个流程, 由你登记到到真的出到去, 大概最快可以要多久。 还有那个工作日, 究竟是跟回内地的工作日, 还是澳门的工作日。 暂时稳住这里先, 麻烦。 各位传媒朋友, 大家早上。 我逐个问题先回一回。 首先关于验车那部份, 根据管理办法, 其实首次申请, 就必须要去, 我们越澳方都承认的验车机构, 刚才局长也介绍了的, 就是澳门的新通, 但那边它进行一个唯一性的认定。 但是根据管理办法, 倘若这辆车超过了6年的, 其实还要进行一个上线检验, 验车那部份, 就是这样。 其实每一年, 都要去新通达进行一次检验, 即是如果今次你的年期到了, 你再次申请的时候, 其实都是要去再进行一次检验的, 验车这部份就是这样。 第二, 就是申请的流程有多久? 刚才其实局长都初步讲了, 大概是, 如果全部都是顺利通过, 大概是10个工作日左右, 其实就可以获得这个资格的了。 那关于刚才所讲的工作日, 其实就是跟回内地的公众的法定假期, 是跟回内地的工作日来计算的。 我回应到这里, 麻烦。 我替我补兴一下, 因为工作人员来说, 对于我们来说, 因为我们的系统全部都是电子化, 对接了去, 但是因为内地方面也好, 它显示到不同的部门, 它在后台方面, 它要人手地核对所有的资料, 是确保输入无误的。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 对于车主来说, 出入关, 分分钟会产生一个弹回头的情况。 因此稳阵起见, 要人手的时间。 当然在每一次来说, 每一年它需要续期的时候, 现行的要求是这样。 当然我们希望一路改善, 一路在运作的时候, 就收集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我想我们的工作来说, 永远都有改善的空间。 不怕再有没有改善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做。 比如说刚才那些, 需要没有一年, 或者需要不需要其他的情况, 我们都可以再看。 谢谢。 有请下一位的记者朋友。 中间白色衫这位记者朋友。 郭振,你好, 我是新闻号部记者, 我想问一下, 是否为了奥车北上, 嫁照护认这个措施, 是否跟着会上马呢? 谢谢。 有没有时间表? 谢谢。 谢谢。 那些电视系统, 那些电视系统, 所有的部门之间的资料交换, 已经做好了。 因此来说, 我们路上方决定就是说, 就不在等了。 我们先在今天来说, 这个胡归23周年的一个建议, 亦都是向澳门市民宣布, 中央人民政府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的一个 希望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当然对变变澳门市民, 回去港东省澳门北上的话, 效果会更好。 谢谢。 有请下一位记者朋友。 如果没有其他记者朋友, 有请黑色衣服这位。 你好, 也很往事。 还想问一下, 刚才听到的局长说, 每年都要验一次车, 是否每一次, 每年结束了你的牌子的期限之后, 就要重新去系统再登陆一次, 再登记申请。 另外想问一下, 保费那方面, 是否跟现在两地牌, 或者是单牌车的保费差不多。 谢谢。 你好, 我先回应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这个计划, 当你的期限满坐之后, 其实是需要再次申请的。 其实这个再次申请, 其实等同于你首次申请类似, 但因为你再次申请, 你之前已经填了资料了, 那你就可以, 如果你没有更新的话, 那你就省拒了一些填资料的步骤, 那你再次申请。 但再次申请, 一样要走回相同的步骤, 一样要去验车, 要购买保险, 其实都是这样走过流程。 至于刚才所说的验车, 就要看你的车满不满六年了, 倘若未满六年的, 那其实去验车中心, 做一个唯一性认定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超过了六年的, 除了做唯一性认定, 还要进行一个上线的检验, 我这里补充到这么多, 保险那边, 我先描一下保险那边, 我先描一下保险那边, 其实刚刚提到都很对的, 其实刚刚我介绍, 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加强险, 加强险那部分我们的设计, 就类似一个统一保单, 那些条文各方面都一致, 所以保费基本, 其实都是一致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刚刚我提到, 其实真真正正的加强险, 以我们来看, 为什么我们一直提醒, 就是说车车回到大陆开车的时候, 现在按我们看法, 它的保障范围, 只有20万, 其实真真正正可能不需要, 所以我们同一时间, 引入了一些商业保险, 至于商业保险的保费, 其实取决于车主, 自己觉得他有需要, 其实按实际情况, 可以求买, 所以这部分是浮动的, 我先补充到这里, 谢谢, 那继续有请, 前面红色衫这位记者朋友, 你好, 我是会展经济部, 想问回, 如果成功申请了北上的澳车, 需不需要跟回内地, 譬如说, 单商号限行, 或者开四停四的政策, 麻烦你。 我很清晰地回答你, 在我们岭地政府, 签署关于澳车北上的措施来说, 完全是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当然我们澳门车来说, 相比广东省全省来说, 我记得应该是全省二千万部之间的车以上, 如果澳门全开上去的话, 十万部都不够, 所以我认为为澳措施来说, 广东省也是考虑到这方面, 也没有在协议中写这个限制, 我认为澳门机动车来说, 是可以全部走光, 广东省也是任何时间。 谢谢。 入请下一位记者朋友。 现场还有没有记者朋友需要? 如果没有一些新的记者朋友的话, 我们再请后面黑色衣服这位记者朋友。 不好意思, 你都是广市。 想问回, 那个系统会做了压力测试吗? 如果真的塌了的话, 有什麽后备方案? 还有是你澳车北上, 一部车最多是连两个司机的意思是? 还有那个扣分制是否跟着大陆的牌照? 还是怎样? 麻烦。 你问很多问题, 我看看能否够够够够够够够。 第一个压力测试方面, 我们一直都有做, 当然这系统是一个非常创新系统, 因为它真的牵涉到月路两地政府之间 的部门系统连线等等, 我们同事都是日以计夜, 有时到凌晨, 都是跟对方的工作人员、技术人员 对接去想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是做了很多压力的测试, 但当然系统有时很难去保证, 所以我们希望初期的时候, 会逐步逐步加一些车上去, 处理好申请, 就是不希望发生一波风的时候, 有些意想不到系统的问题发生, 影响市民, 我们都是随着这个方向去做, 事实上来说, 我们都安排了过去未来的几天, 亦都会继续用实车去做测试, 当然真正的考验应该是1月1日凌晨的时候, 真车去过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们新闻的同事可以跟大家联络, 看看我们在实车过的时候, 亦都安排这个时间给大家采访等等, 另外刚才问的其他, 这个还有些, 扣分制当然一定跟回内地, 因为你在别人那裡驾车, 你有内地的驾驶, 所以在那裡来说, 譬如冲锋灯或其他问题的时候, 都是按内地的属地法去, 当地的法律去加冬法去处理。 我就补充一个小小的问题, 刚才这个小小也有问过, 但是我想讲, 在内地考虑惠澳创施的时候, 亦都有一个比较创新的地方, 就是全部实施电子车牌, 因此来说, 我们用车北上的车主来说, 是不再需要再安装内地的车牌挂在那裡, 只是用澳门的车牌可以出入内地。 谢谢。 再请下一位记者朋友。 继续是红色衣服, 这位记者朋友。 想问回, 如果购买保险的时间是否要多久? 譬如它隔不中才上一次的话, 那是否都要买足一年? 其实现在我们按实际情况, 也都了解车主需要, 其实可以和相关的, 我提了一件事, 首阶段有六间办公司已经参与, 大家可以和相关办公司去查询, 基本上我们都希望去安排一些短期的保单, 但是这个短期保单, 我们初步的规划可能不少过一个月, 这是我们现阶段在做的功夫, 谢谢。 谢谢。 请下一位记者朋友。 不好意思, 我想补充一下刚才那一条, 关于保险的部分, 根据管理办法第七条, 其实刚才我们的PowerPoint都有讲到, 就是说, 臨时入境的车牌证的有效期, 应该当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险的保险期一致, 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简单来说, 解释这句话, 就是说, 当你的保险期, 如果买一个月的话, 那你奥车不爽的资格, 只有一个月而已, 一个月之后, 你失去这个资格, 你是需要再重新申请走过去整个流程的, 所以呢, 根据管理办法来说, 那个有效期是保险一致的, 那我补充到这里。 谢谢。 那请下一位记者朋友。 如果没有的话, 我台上的代表, 请问还有没有补充? 都没有的话。 我试试吧, 因为这是一个很新鲜的事物。 我在这里来说, 这个最代表我们政府, 就是再次感谢中央人民政府, 以及广东省人民政府, 对澳门市民的一个, 澳门特区和市民的一个支持。 这个措施来说, 它是一个很新鲜的事物。 我们也明白它在初期的时候, 可能需要很多地方去磨合, 或者需要听不同的意见, 在那裡有一些改善的空间。 但是我来说, 因为整件事来说, 牵涉到太多政府的不同的部门, 或者措施、系统等等。 希望市民来说, 在使用的时候, 现在留意到某些地方可以改善, 我们都可以。 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提意见。 在这里多谢大家。 非常多谢大家出席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